前两天我们的视频不是上了热搜吗 有好多网友来问 我们的小人为什么那么精致 我想着干脆出一期视频教程好了 首先我们的材质用的是一个叫可变身形的mode 这个模组会把我们的脸部手指甚至私密部位变得很精细 本来以前我挺不好意思讲这个模组的 不过现在作者出了一套全年龄的就可以和大家分享啦 可变身形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花脸 但其实很好解决 启动模组的时候先在主界面启动一次 启动成功后再重启游戏就可以显示出正常的脸部了 我们平时视频里穿的衣服则用的是一款叫幻想工坊的模组 想要获得衣服就需要靠沙江湿石爆出来的金条购买 注意有些衣服只能用大招杯的角色来穿 如果你的招杯不够 在这边用金条升杯就好了 那今天就简单教大家一下这个 我们下次再见啦